台中市原住民金峰卡哲塔斯协会 是台东金峰乡旅外族人创立的同乡会组织 每年都会固定办理聚会 来维系在台中生活工作的族人彼此间的情谊 24号在台中大理举办活力夫妇秀原历 传统记忆教学光摩及竞赛活动 就连台东金峰乡长也率领工手团队及代表会 一起前来攻向盛举 我们来这边特别来关系看看我们的乡亲 有没有特别要我们来照顾的 我们讲在外打拼的所有的乡亲 其实他们都心细着故乡 在那边的所有的家人 我们希望我们也成为他们在外面打拼的 很重要的后盾 每年办这个一次的同乡会 来让我们旅外的这些族人 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大家共聚在一起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活力的步步 所以我们所呈现出来都是以前我们老人家 所过的生活的方式 一些文化都在原书都在里面 金峰卡子塔斯协会每年办理同乡会活动的时候 同时也会表扬在各个领域表现优秀的族人 并颁发奖金作为鼓励 平时也肩负守望相助的功能 来关心渡会区族人的生活状况 协助族人度过生活难关 甚至部落有状况时也都会伸出援手 像有的人生病或者是说经济 经济比较困难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帮助 前几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卡子塔斯也是有帮助故乡的一些 都有赞助那个资源 对赠灾这个动作 透过这样的凝聚力 金峰卡子塔斯协会在台中最大的工作 一方面作为部落与旅外族人的桥梁 相互照应外 一方面是将旅外族人与部落持续穿接在一起 已让文化传承不应族人离开部落而断了线 原是新闻NO台中市采访报导